嗨各位好 我是村长DDM商 欢迎来到今天这期岛岛村 我们会指出幼崽村长这些漫画分镜的作物 然后用我的风格完全修改一遍 并且告诉你我当时的翻镜思路 是怎么找到这么一期视频 准备好了吗 好嘞 好吧原来村长没有KK那么充沛的精力和激情 所以还是用正常的零激情 冷面强功的风格来解说吧 奥教授风格 众所周知村长不是一天建成的 也是从傻逼中二幼崽村长 成长成了现在风流倜傥功力爆棚的老村长 趁这个快乐的节日 和村民们一起观看 二十多年前村长小屁孩时期的 超羞耻超尴尬黑历史漫画作品 节目的最后我们会选一座 最令人鼻孔放大法令文加深的黑历史 用现在老村长凶猛强悍的专业技术 去暴力容宁当年那个二货自己 村长小时候漫画里这些问题 也是现在新人漫画作品里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 村民们除了观看吃瓜 也能学到不少专业漫画的分镜原理 用在自己未来的作品中 村民们也会用hashtag 豆豆村黑历史 重画自己的黑历史作品 和村长一起揉宁自己 村长小时候最早开始画的连续故事作品 大概应该是七八岁的时候 当时看了什么 可赛好 魔神谈斗士 宇宙的巨人 希曼 G.I.J. 不星小子 Brave Star Transformer Jam1 动画片什么的 要是上面这些作品你全部看过的 请自觉回复 我是大叔 然后就开始学着画这种 几个机友 一关关战猛将 干部 最后消灭魔王什么的 八九十年代 老土热血闯关剧情 现在最热门的 好像还是热血闯关了 而且当时还没有普及什么日式漫画 所以画的都是这种 一夜一隔的小人书信誓 相传 这就是现代动画电影 分镜的雏形 拍 后来受了九十年代 第一波国漫潮的洗礼 才开始画这种 新式排版的漫画 当时可能画了不下一百多个作品 有的就是几夜就玩的无聊超短片 有的就是画了一夜就起坑了 反正幼崽村长的中二世界 基本上就是一群肌肉男 互相肉搏打武功什么的 肌肉男 肉搏 懂了 而且经常还会这样标一个年龄 颠慧丁丁 13岁 为什么每个小屁孩都喜欢标个几岁画呢 要是哪个导演这样标 千语千寻 俊俊 61岁半画 那篇可能是幼崽村长 第一次尝试这种日式漫画排版的作品 而且风格好像是学当时的香港漫画 这一夜格子也太多了 多良心的漫画 铁雪风云 多么八九十年代的硬寒名字 星期天 怎么能待在家里浪费时间 出来散步是最好的 太铁雪 太隐寒了 星期天待在家里浪费时间的村民 请老师的举起手来 好好接受幼崽村长的指教吧 而且这个造型应该画的是吹泡泡版 多么九十年代的潮流 现在还在吹泡泡的村民 老师举起手来 应该是远处的飞车党过来了 破 把钱交出来 别想耍花招 小心我打破你的刀 别人还没耍花招就被打了 而且这笔星期天 一天闲在街上散步 能有几个钱 出来散个步 无缘无故被摩托飞车党打了 然后整个漫画就这样弃坑了 第一个作品就这么劲爆 OK Let's carry on 乐图岛编绘丁一 2027年 泰博士和他机器人来到乐图岛 来寻找资源 泰德 Ted Ted 就在这里建矿场吧 这棵树应该就是当年幼崽村长 所能画的最完整的场景了 白毛路快给我抓来 能卖不少钱呢 白毛路 不许伤害动物 Who is this guy BOOM 好老土的场面 Wow 整个角色独立于格子以外了 就像20年前的幼崽村长 就会用这么潮流的分镜了 我是本岛警察 拿了个双截棍 套着强盗的丝袜面具 Ted 杀了他 Why 二话不说就要杀警察了 什么中二病的世界 是 这么大 Why 这个吐槽有什么意义吗 你不是刚才看到这两个人了吗 The stupid 群 OK Kicking the head 然后这个Boss 打死你 打死你 打不着 打不着 Oh god That's bad 蛋已受完 Oh god 太土了 你今天死定了 毫无营养价值的对白 Ted 上啊 Wait 刚才 Ted不是已经和警察杠上了吗 Stupid 有话好说 老兄 本岛不欢迎你们 又在村长 你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人体动态了 这个残疾的动态 打出去就是一记狗之石 OK 导跑了 最后的旁白被擦掉 几乎看不到了 但是从留下的痕迹来看 应该是 请保护生态环境什么的 Oh It's just totally stupid Next one 有一些村长小时候的黑历史作品 不知道为什么 对白是写在一个稿件的背面 可能是当时的一些 什么奇怪的杂志时候规定吧 所以我们就用电脑 把对白给打上去了 OK This one is called 漫画侠 我是一个漫画家 但我还有另一个身份 What 另一个身份是什么 我今天要替天行道 Why 好 接下来就是上海某高楼 杜海气 高长长 OK 是做一篇的boss Probably What's this 这是格子不够用了 然后干脆 横着画了吗 That's stupid OK 漫画侠走进了房间 你是谁 我是漫画侠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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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高厂长刚才桌子上已经放着枪的 说明他已经准备好了呀 现在这么吃惊是个什么意思 你是谁 我是漫画侠 你别过来 高厂长连色素淡 漫画侠一个转身逃到后面 二话不说一个话漫画的把厂长给砍了 拜拜 便条上写着 又是保护人带环境 小屁孩村长怎么这么在乎环境啊 OK 你知道村长对环境的事情是认真的了 下次你垃圾不分类的时候 没有把泡面的盖 碗 透明包装和里面的盛面分开投地的话 这篇漫画的原稿已经找不到了 留下的只有一个复印件 背面有些对白也已经看不清楚了 所以只能通过仅存的几条对白和画面 绞尽脑子尽量还原二十多年前的剧情 光明编绘定义 这篇漫画好像是讲一群什么村民 然后从什么地方逃到森林里了 估计剧情和出埃及记差不多吧 我们在黑暗森林走了一百天了 食物都吃完了 村民一个个生去 我不行了 阿德 Wait Wait 阿德人家正脸着地了 也没人去服务一下 然后就围着阿德悠闲的开始聊天 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全村负面了 而且这个人长得和阿德有什么区别 这是阿德 然后村长站起来了 说了怎么也想不到这对白是什么 说 然后村长又说了 一句什么东西 然后所有的村民 非常吃惊 到底是什么台词 好好奇 我放了一个臭屁 我其实是女装大佬 村长只能这样了 只能那样 村长进一拳打入自己的胸口 为什么幼崽村长的每个剧本都这么暴力 他把刺热的心脏取了出来 好耀眼 为什么大家感叹的如此自然 没有一个村民质疑 这哥们为什么内脏火气这么旺 继续走吧 刚刚掏出内脏以后 表情如此从容 挖了心脏比切个篮尾还轻松 一道光纤射入 村长 找到出口了 终于到了 这群人迷路了一百天 只是因为太黑看不见而已 进来先带个手电筒 太好了 哇哦 这个慢镜头分镜还蛮有感觉的 not bad 村长 生得为他 死的光荣 The end Oh my god I wanna die 其实这些漫画符号用的还是相对比较正确的 而且最后的分镜也还有一点 明天就燃尽的感觉 抛开无厘头的中二剧情 妈 Not too bad Not too bad OK The next one 和好编绘 又是第一 这应该是村长第一次尝试恋爱剧本 女主角 走开 你别理我 男主角 我不想再见到你 女主角的服装设计这是个什么鬼 穿个砍尖 而且手臂这么粗壮 Oh god 这就像好像年轻的时候 男孩永远不会画女孩 女孩永远不会画男孩一样 然后远处的男主角 然后完全没有交代场景是在什么地方 一辆卡车急速开来 由于构图基本功不过关 这种特别需要破离的场景 这里只有一个女主角滑稽的头 男主角 小心 男主角穿的是什么 五十多岁大叔穿的破炉衫吗 Wait 女主角是朝右边跑的 男主角刚才跟着女主角的后面 怎么现在朝左边跑了 刚才朝左边跑的男主角 在下一个阁里朝右边 上来给女主角就是一个铁钢 碰 而且撞他们的货车 你撞你batmobile 其实这种方向错误的情况 在新人漫画手里面还是挺常见的 就是不注意 每个角色的站位是怎么样的 角色每一格里往哪个方向跑动 这在专业漫画里非常重要 碰 最需要魄力的撞击场面 又在村长的话题根本hold不住 直接变卡通了 次日 交代了时间 男主角在第四页直接变人棍了 然后这里少画了一个 估计是太难画了 想留到最后来画 没想到这一流就是二十多年 而且最后两个对白好像也没有想好 女主由于自己的愚蠢作死 导致男主成了人棍 鬼知道当时中二病的 幼崽村长脑袋里想的是什么 What the fuck 别再做了 The end 97年 97年还是一个小蝌蚪的村民 请老师的举起手来 Oh my god I was just fucking stupid 这篇应该是今天我们看的所有作品里 最令人法令文加深的 OK 我们就来试试用现在老村长的强悍功力 来重新演绎又在村长的中二病剧情吧 让开 我要发功了 由于节目录制时间有限 作品没法勾线精细打磨 咱先说个草图 和好 编绘村长17岁半 我从未见过如此 走开 你别理我 一开局用中景特写 把整个场景故意切开 确立两个主角 村长重新设计了女主和男主的造型 让她们更符合角色性格 族形更独特 而不再是一个砍尖壮汉女 当然 Polo3这么经典的设计 还是要保留的 第二行赶快交代事件发生的大场景 女主角大透视粗筐在线全身 拉开和男主的距离 Tick that 又在增长 光是前三格 就是你永远也完成不了的跟进了 打招永远也完成不了 哲学 像二十多年经典台词致敬 不想再见到你 最后一格留下悬念 引导读者翻开下一页 大玻璃构图 不再只画一个滑稽头顶 而且卡车也不再是Badmobile 而是Optim Prime 小心 三个数格展现 危机时刻下的慢镜头动态感 不再是卡通撞车 而是超现实逼真的撞击 细节倒胜 这个分镜的安排非常困难 角色往哪边转头 都是考究了再考究 就要保证符合物理原理 而且懂行的漫画观众 一定会发现整个故事里 不管再大的动态和分镜 两个角色始终是 女主角在左边 男主角在右边 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对调的情况 给观众带来 如Okamuto般 丝滑顺畅的阅读体验 被撞以后 老天爷就狗血地下起了雨 但这个狗血也是刻意安排的 让观众感觉到和刚才的撞击 至少有个几分钟的时间过度 村民们注意到了吗 这一格里 男主的器官摆放 也和前面的分镜位置 是完全对应的 村长的漫画里 绝对不允许出现 细节对不上的情况 顺带一提 这是男主另外一个废 然后女主从男主身上 拿出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这台冲好了吧 唉 这个月都碎三台了 得长点心了 催更管家启动 备份已恢复 每天催一次就行了 根根 最后两页村长加了一个反转 让本来很无聊的恋爱短片 变成了Black Mirror悬疑剧 通过最后女主角几个对白 再回看前面的剧情 观众就会恍然大悟 原来一开始是这样的 而且所有场景充满了细节 最后还用文字巧妙地挡住了 过不了省的部分 刚刚刚 That's it 村民们觉得老村长的重画 有没有暗导幼宰村长 还是失去了儿时的灵魂 狂暴的暗导 Type 1 变态的暗导 Type 2 伤心病狂的暗导 Type 3 有啥区别吗 另外村民们怎么看自己的老作品 是想要穿越回去掐死中二的自己 还是感叹儿时才华 都可以回复在留言中 也记得用hashtag 罗多村黑历史 发布自己的插画 漫画老作和重新演绎 去不断超越幼宰的自己 记录每一点进步 例子类漫画分镜节目有兴趣 想看更多欢乐的村长点评 斗手村同仁赛作品的故事和分镜的村民 可以回复 小猫猫 对漫画分镜知识没有兴趣 想了解更多单张插画技术相关的村民 回复 大狗狗 村民们 下次见 Adios